人气话题来关心 农历春节快到了 台北市今天公布了 计程车费率将从2月7号临时开始调整 每一趟加成20块钱为期10天 而为了赶办年货 台北市最容易拥肆的路段 像是迪化街商圈 还有建国花式等采购热区 台北市府也提醒民众 务必要提早规划路线 疫情升温 计程车问奖也在担心 就怕到了春节期间 生意可能还会受到影响 春节期间要加收20块的乘车 会不会担心客人不搭 大家不出来 桃园这件事情大家不出来 但不管怎么样 生意还是要做 台北市就公布今年农历春节 计程车最新运驾 从2月7号临时开始 到16号晚上12点 为期10天每一趟加成20元 有问奖抱持乐观态度 但也有人忧心忡忡 会啊 就是像我们的客人还搭 不会啊 不会搭的还是会搭 担心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今年春节跟去年一样 碰上疫情来搅局 台北市交通局就预估 计程车运量可能会减少2到3成 这边比较严峻的时候 其实计程车就业者这边表示 它的运量大概是掉了3成到4成 那后续可能还是要持续观察 疫情的影响 那才会知道他们的运量变化 今年春节从小年夜开始放假 台北市最容易拥塞路段也出炉 在春节两周前 也就是这个月27号开始到2月9号 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8点 像是在中山南路 市民大道 还有信义跟基隆路 都会出现车潮 另外热门的采购地点 像是迪化街商圈 还有建国花市 也会塞塞塞 不想出门塞在车阵中 提醒您记得 事先做好规划 才不会坏了 好心情 记者王震 林昭贤 台北报道